hello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今天给大家带来街头霸王ns 这是一个木根引擎的重制版 今天的版本是一个较早的版本 所以说他和咱们小时候玩的人员配置差不多 这里多了一个hugger 咱们今天就选择他 其他的还有回引单 肯德徒弟 好鬼 还有钢拳 首先给大家演示技能 这招是生龙拳 生龙拳后面接了一个生龙脚 旋风掌也可以接生龙脚 生龙脚就是一个空抓 本身没有打击判定 对面是一个普通 接了一个超皮杀 这是一个三气的超杀 我把所有气都用掉 非常的爽快 大概可以打55%的血 缺点就是消耗三气 能破率比较低 生龙拳接生龙脚 这是什么鬼 这个游戏引擎的一大特点就是各种必杀技和超必杀之间可以互相的进行连接的组合 生龙拳接了一个前下后拳 一个近身的超杀 这招是下后下后拳 我现在拿到的版本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一些必杀技的指定 尤其是超必杀的指定被简化了 你包括哈格尔的必杀技 原来的很多出法是近身摇一圈摇杆 或者两圈摇杆安全 现在简化了之后呢 很多时候你会悟出这个劲 往往你往前走呢 想拉一个后 然后不小心碰到拳 一个必杀就交出去 这里我用了一个下前下前脚的超杀 但是没有接到 使用的时机稍稍早了一点 这回接到了 这个超杀的特点就是一个生龙脚的加强吧 是一个空中的抓取技 本身没有打击判定 哈格尔应该还有一个超杀 但是我没有用出来 不知道是不是版本的原因 还是指定简化的原因 应该也是一个打击技 用腿踢人的 这里还能接一个生龙 但只能接一段 而且这里好像是可以再接一个 空中脚的超杀 空中脚抓人的那个超杀 但是我刚刚没有气 非常明显 刚才起身的时候出了一个超杀 这都属于误触 我感觉我也没动什么劲 好像只拉了一个鞋后 按了一下拳而已 超杀就交出来了 这个摆裂脚 脚先伸出去了 有一点突进的效果 原来实用多了 这是前下后脚 刚刚 也是一个近身的指令头 刚刚的脚接完了 这招用拳来抓人 实际上是有后面的组合技的 但是我不会用 不知道是一个什么 梅花大作跳得特别高 这是哈格尔的女儿 也就是阶级平台的快打旋风 咱们最后救出来的那个妹子 柯迪的前女友 这能接上 刚刚这发气功拳 看起来特别华丽 跟大家说一下下载的问题 游戏的名字就是街头霸王NS 大家在搜索引擎里搜索 就能搜到 建议在电脑上玩 在手机上玩的小伙伴 需要自己解决梦运器的 而且很多手机玩游戏的小伙伴 习惯于在 什么应用商店里找东西 这个是找不到的 一定要在搜索引擎里找 在应用商店里找游戏 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甚至找应用 都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但是它简单 这就还能连上 刚刚这套在角落还可以再接点别的东西 但是不在角落就接不到 龙子这身衣服这是什么颜色啊 怎么穿着紫的 搞得我都不想跟它有过多的肢体接线 机会 再接一下 防不住了 带走 布兰卡 布兰卡 这个颜色 这是掉到酱油缸里了吗 更过分 这个酱油还坏了 有点绿 这是一个仪器的超杀 东风拳两段 但是最后那个 哇 直角踢人这么远 放电 他比桑尼尔夫的梅花大作还多了一个东西 但是桑尼尔夫的梅花大作的超杀 现在进化的也比较明显 动作也都多了 跳出屏幕了 看着就走 没气了 有七槽了 防得很严实 生龙拳之后接生龙脚方便位移 这什么玩意儿 哦 这个抓人 如果给AI放起来 放着打的话 他会用出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 乱舞技 这下抓得好远 打一心目 开场只有一个气 这样想攒三气超杀的话 就需要多利用这招 三气超杀反正容错率真的是太低了 你万一没抓到对面 三个气就没了 白白攒了半天 还是一气的超杀比较实在一点 这招是脚抓 脚抓之后可以接东西 可以接超杀 或者是空头 来了一个脚的兔火 他会往天上吐火 他会往天上吐火 我气槽还差一格 再攒一攒 哦 这大火 119吗 就是这个人 又来了一发三气超杀 还有一下呢 这下超高 打自己 打自己 打自己又 怎么说呢 就是你经常可以看见AI用出一些你不太会用的 这个抓我就不会用 这是一个小抓应该是 但是不知道指定 咱们通关的话是不用打所有人的 你像肯和肯的徒弟和单只打一个就可以 最后的话打一个钢拳或者好滚 就是说有两个人是打不到的 这里我纠结了 因为我现在三个气 而且他呢只剩一点血 我又想把这个气流到下一局 所以出招受到限制 不想用超杀 好 这样第二局 保佑吧 保佑我能抓住他 否则就白斩气了 抓住了 咱们应该说是力气大呢 还是弹跳力好呢 抱着一个可能200斤的家伙 跳了 可能至少七八米的高度 抱着200斤的东西跳上二楼了 三楼了 可怕呀 就这力气 搬砖也能发家致富啊 本田 你看标准连续击 哦本田的百列掌可以向前推进 这样的话性能很强 接到一个重拳后面了 他的B B杀技超B杀都打下来 哈格尔的AB 还有指令头 感觉和桑吉尔夫的性能太像 但是这个早期的版本没有三个 这都什么玩意儿 感觉这个本田比较实用 如果咱们来用的话应该大有可为 他是满血 5.5个 也就是打了55%的血量 带走了 这局真快 坎德徒弟 一地的西瓜 这个场景应该是打布兰卡 布兰卡变成一个球滚出来 刚才他这是什么东西 好像是一个突然的技能 你是不会认 啊这画面 扑倒了一个200斤的大汗 放了一个波动拳 这样能够确定 初时是他们流派的 不然凭他扑人这招 你根本就不知道 他说玩的什么流派啊 你防御的姿势也比较像 你防御的姿势也比较像 自国武功出墙角 我天 把我超杀给破掉了 我心里释放了这一下 过分啊 超杀你不认识吗 而且是用了一个普通的投机 有点过了啊 已经四天王了 这个四天王牙怎么没有 这说明真的是身经百战 我对这个场景不满 这个场景比阶级版差多了 阶级版大家懂的是吧 它是动态背景啊 拳王终于反击了 被一个旋风掌接了一个伤龙脚带走 看来他比较怕旋风掌 我们先把三七的超杀交了 这个拳王看起来 如果咱们用的话 应该比较好用 各种蓄力的老拳 旋风掌接空中指令头 真的比较好用 维加 一版和美版 他的名字不一样是吧 一个是维加 一个是巴洛克 这都什么连续剧 感觉他就是一个小抓 我在这场残的时候又踢了我 悟出了一个超杀 别落地了 赞气 防的真言 满气了 这应该是一个空中的指令头的技能 他先出手抓我 这样我可以抓到他 能不能挂 感觉雪亮正好 沙加特 这个沙加特的利会感觉 人物的贴图块头有点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 还是和哈尔格尔比较的比较小 因为小时候玩这款游戏感觉 沙加特的身材真的高 这是一个普通的头 被抓住了 离这种指令头的人物 一定要远一点 中距离作战 这也行 应该是扔了个超杀 像是他飞行道具的右转 这是下端 所以他的超杀 就是他飞行道具的加强版 应该他还会有三次的强 但是没有机会给他展示 刚刚踢起来这一下 我感觉应该还能接个神龙 甚至是超必杀 又把我抓了 抓起来没有头了 飞行道具能扔两个 这个厉害 应该是打败森了 打完败森 如果你一局没输的话 后面会给你一个好鬼 或者是钢拳 脚头 哇有这种超杀呀 把我的半个血都打没了 我应该分局反局 来点实用的 炮抓 这让我想起了 拳晃系列的大门 我觉得他这个基本原理 就是前前 好动起来 第二个前 推 推到头 然后 前下后拳 这下没抓住 太惨了这局 好鬼 好鬼有一招 除了顺域杀之外 应该还有一招 原理爆炸 拳头砸地 然后一个爆炸 伤血量大概是 隔血的70% 所以我应 两个 阿修罗闪空 骗了我两个靠下 我应该是 不会给他机会 施展那招 施展了 我一局又没 这腿速 这旋风腿的腿速 不过咱们应该这样说 练腿速没有用啊 我应该练手速 练腿速能幸福吗 不听话 下局应该是绝胜局 我觉得他打不过我 哈格尔的伤害实在是太高了 看下局也本身 三七超杀 差不多了 一套标准连续剂 这样就通关了 那好吧 这样一款 木根引擎的街头霸王NS就给大家录这道题 最后强调一下下载的话去搜索引擎搜索街头霸王NS 好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个游戏再见